首相伊斯迈沙比里不再续约谅解备忘录,西蒙真的被耍了。 伊斯迈沙比里说,作为巫统副主席,他遵守巫统最高委员会的决定,及政府与西蒙签署的转型与政治稳定谅解备忘录将于7月31日届满,不再续约。 最高理事会昨天一决被忘录,在7月31日到期后将不需要续约,不过,他说,现在才4月,必须等到7月31日再看情况,如果有任何变化,最高理事会将重新审议。 伊斯迈感谢巫统最高理事会继续支持他成为第15届大选后首相人选的一决。 他还指出,这项决议表明巫统是稳定和团结的,没有外界所说般有分割阵营。 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大选脚步临近时,首相说他不知道。 网络连署声援审可停,人数就快突破百万,就连魏家祥脸书专业也被洗版。 由于交通部两年前曾修法对付文行缴车党父母,但至今无人被对付。 大量网民在魏家祥的中文和国文专页上宣泄不满,中文网页上更是不满司法不公。 天理何在的留言? 魏家祥国文脸书专页也有大量网友质疑,尽管政府在2020年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, 产名能够依法对付文行缴车党的父母,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父母或监护人受到指控? 2020年8月,魏家祥向国会提成《2020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》时强调, 魏满18岁的未成年人因其文行缴车被逮捕,将由相关家长或监护人承担刑事责任。 就在众人质疑沈可亭的最终上诉,能否成功提成时, 纳吉雇佣律师沙菲仪为沈可亭打抱不平,愿意成为对方的代表律师。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司李张天次指出, 他在沈可亭被判刑后,接获各方电话声援沈可亭, 更有不少律师愿意无条件为他辩护。 同时,我也接获许多律师来电,他们皆表示愿意为沈可亭辩护。 他透露,沙菲仪也是其中一名致电他的律师, 对方表示愿意无条件成为沈可亭的辩护律师。 另外,张天次呼吁所有车主安装行车记录仪, 以保障自身的安全。 我收到大多女性受害者投诉, 只有骑士拦截他们的轿车并声称遭撞, 从而向受害者勒索金钱。 他表示,这类事件经常发生, 因此他呼吁车主在轿车前后安装行车记录仪, 确保在意外发生时能存下证据。 坊间传出有善心人士筹募捐款帮助沈可亭的消息。 对此,沈可亭的家人及其男友皆强调, 目前为止,他们无需也没有对外筹款, 以及暂无需义务律师方面的援助。 自案件发生后, 一直与沈可亭家人及其男友有接触的向日葵、 慈善团主席谢华光, 于昨日从吉隆坡再度南下拜访沈可亭的家人及其男友。 谢华光今日接受询问时指出, 沈可亭一家人有始至终, 决定采取低调且谨慎处理方式。 他借此转告沈可亭家人的意愿, 该家人暂不愿意做出任何的回应。 其家人透露将通过家庭会议, 商讨已决定接下来的行动。 他也透露, 沈可亭一家人来自一般的家庭, 希望各界给予他们一家人空间应对和处理。 他说, 其家人不希望牵扯至政治, 包括不接受政党的提供援助, 也希望各界勿牵扯至政治与种族课题。 人权律师西蒂卡星认为, 文行脚车课题是社会、制度和治理失败的结果。 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, 让这些孩子把精力消耗在更有用的事情上。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建造这些孩子们可以玩耍, 并满足他们内心欲望的公园? 就像在某些发达国家地区一样, 他们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滑板公园。 西蒂卡星今天在脸书上发布了一篇题为, 《沈可亭案,该责怪父母吗?》的帖子。 有人对援引2001年儿童法案第31一被条文, 对付文行脚车党的父母的建议发表了意见。 我知道我之前说过, 不应该怪孩子, 错在父母。 但我进一步思考, 作为父母, 我知道做父母并不容易, 我仍然相信孩子不应该受到责备。 但我也认为, 当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时, 被挑出毛病的往往都是父母。 他说, 在文行脚车课题上, 援引2001年儿童法案第31一被条文, 提控孩子的父母, 将是一场艰难的斗争。 他说, 若依此条文, 即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, 对孩子造成身体或精神伤害, 对父母采取行动, 控方需要证明父母是否抛弃孩子, 忽略了孩子, 即让孩子暴露在危险之中。 西蒂卡星认为, 控方很难确定这些儿童被遗弃、忽视, 甚至面临危险。 青少年会瞒着父母做他们想做的事, 我们听说孩子涉及私会党、吸毒、 凌晨爬出来找朋友等等。 当孩子瞒着父母做这些事, 我们还能怪父母吗? 他许说, 确实, 那个时间孩子不应该在那里, 但这是父母的失败吗? 做父母真辛苦, 若幸运, 你会有孝顺的孩子。 但不是所有父母都幸运得有钱、 有资源, 让他们的孩子有事情做。 主持人这些情形的父母, 这样一个人就像阳爹争的恩怨, 让他做社会健康的人, 让他感觉可以喜欢我们的爱意。 求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同性。 更多的人,